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你们的NCGIN aka MCGIN 欢迎收看《罪恶城市》 这个系列将会带你们游走在夜生活之中 我喜欢热闹 但我也喜欢一个人喝酒 因为当你独自坐在霸台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更多有关Bartender的文化 好 又睽回了半年每次都这句台词 其实我们这次早就要拍了 但因为疫情期间我们稍微把这个计划延缓 到现在终于可以正常去酒吧了 只是我们可能还是有很多保护措施要做好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近期最喜欢的一间店 信义区The Public House 找个吧 找个吧 老闆书伟 好 就坐了 你觉得一个我不需要看的东西 哈哈哈 没有 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点吃的好了 我跟你讲 This Public House 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它出餐出到四个 这里基本上就是所有调酒师下班的聚集地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集会所 晚上你可以看到各家店的人都在这 然后我的座位站也很常在这里 吃的又好吃 酒又好喝 我不用看我要点 但我自己最推荐 我每一次来 或是我有时候一个人来 或是辣肉酱千层面 然后海南鸡 跟他们的薯条很好吃 然后我就先点一下 通常我来The Public House 我都是点Classic 然后请他们建议 有没有什么它的版本 可是今天既然来了 我也想让观众们知道说 来这里可以点什么 不是只有我会点的 就是你可以看它的酒单上面 那我们就从Synergy开始点 通常我会点二号 就是勤酒底的 培茶花椒白香果 那就麻烦了 好 那刚好也带一些气泡 蛮适合当做第一杯的 没有问题 它是用日本蛮常见的一个 一饱糖的培茶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做的一个 花椒的萃取液 然后还有百香果 是一个很讨喜的气泡饮料 你应该两三口就喝完 我一口就把它喝完了 这杯百香果香气 是在表层非常鲜艳 然后因为这杯我之前就 蛮爱喝了 其实就是我通常第一杯 假设我没有点Classic的肩肥 那我就会点像这样的东西 前段是百香果气泡 然后到中尾段茶跑出来 到最尾段的时候 有点酒感跑出来 那我觉得整理来讲 这杯就是很适合各位 第一杯来 是不是二号 好不好 那我们就 准备可以点下一杯了 等一下我还没吃饭 不要不要你在 你 给你推荐一杯剩的酒 我觉得不行点Classic 我要先吃完再点 不然你会爆掉 我也叫一杯给你 开心 轻松舒服 因为我们酒单 其实架构会相对来说 比较轻松 第一个部分 是我们的特调 就完全的特调 刚刚你喝的是第一个部分 你可以喝看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Classic 就是我们去做经典调酒 用我们的角度啊 去做一些诠释 你可以喝看这个 湯姬森水 相对来说 跟上一杯酒感再重一点点 好 那就20th century吧 好 它其实原本是一杯 shake的调酒 那我们为了让风味整个 再分明一点 所以改变了它的呈现的一个方式 用澄清的方式去澄清了 20th century的酒体 上面我再覆盖了 跟桃园的柚子花的花浓 跟它收购的柚子花 然后去脆的一个香氛 跟底下的绿豆蔻 比较搭配一点 食感的 以两杯酒的区分来讲 这一杯的酒体就是偏中了 刚那边是很轻 这边是中的 这边大概是适合二到三杯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算前段酒 我下一次就会点这个 我不会再一昧的在这里点 Classic 凌晨两点我们喝到第五家第六家的时候 还可以吃到这些东西 这真的是对我来讲 这间店很重要的一个part 然后因为重点它的东西 它的薯条对我来讲 算台北属一属二 然后它的辣味千层面也是 我自己一个人喝酒 这间店算是我自己一个人会来 所以我可能八点来 然后我就是点千层面 加一份干贝或是加炸鸡 然后我就自己吃 然后喝三杯我就走 我有做过这件事吧 很长啊 嘿嘿嘿嘿 那它的辣味千层面 是我急推 因为lasana这个东西 其实台北好吃的 点得到的 在这个时间点的没有 没有 它的海南鸡 我都是辣家老抽一起 现在的酒吧很多都会因为 时间点而去切换灯光跟音乐 然后我们拍摄的时候 现在刚好经历public house 正在切换音乐的过程 所以拍摄 我还被vessper 今天选的是经典的 柑橘代表 T10跟Zerox 试试看 我现在有点感觉 因为我刚空腹喝了 哈哈哈哈 好喝 这间店算是 我很愿意点classic的店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店 他们都比较着重在cinecter 就是所谓的店内特调 我觉得没有不好 可是因为我年纪比较没那么小 所以比较old school 而且我最接触调酒的 最早的样貌就是classic 最经典的 所以我很爱这种 我愿意点classic的店 推荐给大家 这个千层面真的很爽 因为等一下店内的客人要多 因为我们比较早拍 店内的客人要变多了 我比较不想要打扰到其他人 刚好the public house 只是目前他拥有一间包厢 每一间包厢太适合 隐秘型的聚会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 将会移驾到包厢 除了不打扰现场的客人以外 我没想给大家看一下 包厢长什么样子 好 上酒 一进包厢就喝酒 好 这其实是我们算下一季的 五感里面的鲜味的调酒 铁观音的琴酒 然后澄清的八豆味噌跟番茄 烧的是月桂叶 出位谢谢 谢谢 谢谢 你月桂叶的香味很不错 好喝 而且我觉得偏中清 没有到最清 就是中清 但是好入喉的 然后清碎 我觉得适合配食欲 那满菜 因为它有澄清番茄 所以它有一个很棒的鲜味在里面 那我们又在里面多加了味噌 所以是一个澄清的味噌跟番茄 讚 而且我刚刚又再加点了一个干貝 好 慢用 好 感谢 感谢 谢谢 谢谢 这间就是我觉得算是台北很棒 很棒 台北酒吧中算是少见很棒的包 很舒服 很安静 还可以吃好喝好 我觉得是很棒的 我先吃一个干貝 我们把干貝吃一下 这杯酒可以喝 然后我们下去跟 刚好打扰到八台的客人们 打个招呼喝一杯小人 我们就把今天收尾 正熟 好 我们准备做收尾 然后因为我们 也稍微打扰到八台的人 所以我们就请出八台喝一个笑 我们就做今天收尾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大家好 各位 谢谢 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呢 因为我刚刚把椅子坐坏了 The Public House对我来讲 很像是酒精的集会所 所有人的座位站 都会在这里集会 好吃 好喝 好聚会 我很喜欢 下次见